哇 沙比沙比 阿贝沙比 娱乐尖峰 娱乐虾系八面通 嗨大家好 我是佳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娱乐极先峰 今天啊 佳穿是红色的衣服 想到红色是不是想到这个春节的颜色啊 这个今年过得确实还挺快的 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春节来临了 那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啊 杨氏猴年春晚的总导演 确定为吕一涛 那他是作为70后的代表呢 也成为了最年轻的春晚总导演 2000年呢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专业的吕一涛 直接进入到了央视二套进行工作 后来啊 机缘巧合的机会 就进入到了哈文的团队 2013年呢 开始连续三年的时间 担任春晚的执行总导演 可以说啊 这春晚经验丰富 而除了这总导演的人选确定了之外啊 据悉这猴年春晚其他的导演组 全部是启用了从未导演过春晚的新人导演 展现出这种全新的模式 所以说这次春晚会不会给我们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呢 也是盛世期待了 那接下来呢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头条 先来看一组娱乐开心 男神相遇 张震和小贝共进晚餐 气场不输 昨晚张震通过微博晒出和小贝的合影 并感谢小贝的晚餐 写到David Beckham 非常感谢你邀请晚餐 very nice guy 照片中老男神都穿着笔挺的西装 一手插在裤兜 小贝一脸迷人的微笑 消遇小贝张震则是一副冷酷帅气的表情 此洋野帅照爆出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点赞称 果然长得帅的人一起玩 据了解 Begham近日在迈阿密出席酒商的活动 中国演员张震也是被邀请的嘉宾 因此两位男神才有了这次邂逅 昨天是范冰冰34岁的生日 一项霸气十足的范爷 却举办了一场少女星爆棚的生日会 范冰冰34岁的生日会 以Hello Kitty为主题 全场一片粉红各种卡通动漫人物的蛋糕 配合花瓣编织的玩偶 实在适合以往范冰冰给人留下的印象 不服 生日会上范冰冰的家长都有到场 男友李晨更是献上了甜蜜的亲吻 想必正是因为有了甜蜜的爱情 一向霸气的范爷 才恢复了小女人的本色 海洋深处再爆预告 雷神孤海漂泊 由华纳兄弟一夜出品 雷国导演朗霍华德指导 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等明星 连妹主演的冒险灾难剧志 海洋深处 今日发出了一支绝境求生版最新预告 影片剧情进一步展露 也曝光了更多海洋巨怪 莫比迪白金展开袭击的惊险画面 什么是 什么是 住手 救命 预告片从一开始就营造出前途茫茫不知归途的恐怖氛围 据悉 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讲述了埃塞克斯补金船所经历的真实海难 最后幸存的海员在大海上漂流了90天 这期间他们经历了病痛饥饿 以及超乎想象的人类相残 每况愈下的处境仿佛一把利斧 从生理和心理上时刻敲击着他们隐落的躯体 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刺激着他们敏感的神经 补金队的生机也因此困难重重 刘华那兄弟 一页出品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朗霍华德指导 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领先主演的灾难剧制《海洋深处》 交于2015年12月登陆北美地区 并有望引进中国内地 届时中国观众可以和雷神一起搭上这场海洋深处的惊险愿争 新闻编辑正面报道 每天的娱乐快讯都是给大家最新鲜最劲爆的资讯 那么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 韩国女艺人邱慈炫通过微博公布了和中国演员余小光的恋情 那么很快呢余小光也是申请 而且简单的进行回应四个字 你事答案 那么这个消息呢很快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已经排上了这个微博的热议榜啊 这个原因就在于之前啊 像咱们中国的女神女星 像这个汤维啊刘亦菲啊 包括许如云等等都是出走到了韩国 这如今啊唯一一个中国的男星和韩国女神的恋爱版本 自然是引发大家无限的这个神恢复 有的网友说啊 谢谢你为我们中国队扳回一城 还有的说啊 终于把我们很喜欢的一个韩国妹子给扳回来了 那么大家是玩的不亦乐乎 特别特别的开心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说一说非常有趣的一个比赛 中国街舞大赛 最近呢是要在我们长沙举行了 赛前呢来看一看各路选手如何被占 昨晚2015Turn Up中国街舞挑战赛第二轮 在长沙曙光798上演 此次的主题是Breaking地板霹雳舞 这是一种难度较高的街舞 比较重视舞步的技巧性 主要以个人特色的动作取胜 各种快速的步伐 高难度的倒立姿势 令人匪夷所思的身体旋转 构成了Breaking在大众心中的形象 我们来到这里时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已经有许多选手在台上加紧练习 一次次的挑战自己的舞蹈极限 惹得一旁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下这些街舞的表演 那自己因为身形很特殊嘛 所以也只是看看而已 但还很喜欢 你对街舞了解吗 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通过今天加深一下自己的认识 拓展一下视野这样子的 比赛 你是等候参赛人员是吧 对对对 那你是来自哪里人呢 来自湖南 就我们进的16场嘛 对 那你觉得有自信能达到冠军吗 加油吧 这位坐在台上的观众 就是来自长沙的参赛选手 对待输赢十分的谦虚 我们发现除了在台上训练的选手外 比赛门外还有一群选手等在地上 围着一大箱子的衣服才精心的挑选 他们就是来自台湾的街舞团队 此次参与比赛也是志在必得 我们这次从台湾过来 虽然没有很远两个小时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全力 然后为台湾就是打好一场赞 今晚没有冠军 我不会回台湾 看到他们自信满满的样子 想必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精彩表现 据悉 此次参赛选手出了长沙本地的街舞高手 还有来自深圳 广州 台湾地区的 他们受邀会去长沙 和长沙的街舞团体 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对抗 先锋记者长沙才华报道 哇 看一看这个被战的情况 就已经觉得是青春飞扬了 那么为期三天的中国街舞挑战大赛 一共是迎来了全国各地 数百名的街舞暗号者进行报名 那么这也是我们长沙街舞暗号者 一次难得的和全国高手 同台竞技和学习的机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啊 就是这最后的冠亚争夺 现场可是十分劲爆 2015Turn Up中国街舞挑战赛 是长沙首次举办的大型街舞比赛 一天一主题为期三天的筛选 从上百报名者当中选出前十六强 以33PK单元PK形式进行 最终选出优胜的两位选手 进入最后冠亚军的争夺 三位最终选出直接执行 站在台上比拼来自台湾的Harry和深圳的阿清 作为Breaking D版舞的舞者 想要在比赛中获胜 就得在技巧表现上下功夫 一轮下来两人都不相上下 从简单的一步到轴转三圈 再到托马斯连接都惊艳全场 让裁判都难以抉择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4 3 3 2 1 3 2 1 4 6 1 2 1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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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总之一路上的对手都很厉害 我每一场都很胆战心惊 然后赢了这场比赛 我觉得很开心 这是我在大陆的第一场比赛 谢谢大家 很难想象台上的他看起来自信满满 个性张扬 私底下却有些害羞 虽说这次作为东道主的长沙街舞团 没有获得冠亚军的称号 但他们并不失望 能与不同地方的优秀舞者 一同比拼是学习与提升 努力去在一起练舞 把气氛带起来 关键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因为长沙的气氛 还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好 就是街舞的氛围 以前很好 然后可能是大家都出去工作了 为了生活 所以现在跳舞的人比较少 其实街舞这种嘻哈文化 既时尚又凸显更新 作为健身项目 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多年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练习街舞的人数高达700万 虽说大部分人不怎么了解 但看着他们的表演 就会不自觉地被带进去 让观众享受其中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告 我们都说长沙是清城 也是娱乐之都 以前有很多朋友喜欢街舞 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健身 其实我觉得街舞呢 也是健身很好的一个部分 如果大家想动起来的话 不妨去选择一下 把这个街舞的气氛再次烘托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重头戏 娱乐金星风的主题报道 激昂青春开学季系列 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呢我们是去到了中南大学 看到了准军人国防生们的英姿 说实话能够拿着枪搞训练的 我想那应该是很多男生的梦想啊 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走进新生军训的现场 那其中呢就有两个特殊的方队 引起了我们先锋记者的遮议 据说中南大学除了昨天介绍的国防生阵营外 还有两支特殊的方阵 他们被简单的称为男女方阵 顾名思义一支全由男生组成 一支则是女将上阵 他们的训练更为严苛和细致 有时候光一个正步的出脚姿势就要练一整天 那他们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我是商学院一五级的新生 我现在是在女子方阵 我们学校的特殊方队 那怎么 是有什么条件选上这个女子方阵的吗 首先就是身高在一个 差不多一米六八到一米七二的范围内 还有就是就是各个步伐 什么动作做的应该比较标准的 然后当时有过来选拔的 然后我就上了 但是一走进男女方阵训练场地 还是被他们有别于其他方阵的统一身高给震住了 每个人的精神气头十足 昂首挺胸 男女方阵的新生们身上都散发着天然的骄傲感 配上一身整齐的迷彩服恰到好处 记者采访的当天 男女方阵的组成才有一天的时间 虽然组合时间短 但是刻苦的训练让他们更快的适应了新的团队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曾在九三大阅兵报道里提到的整军资的绳子 所有军资都是靠这些小道具连就出来的 就是这个线的运用是今年才开始的吗 没有以前就有了 就是它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确定你抬脚的高度 然后摆臂的高度 就是做到定型定位 这样的话他们整个牌面的话提的高度一致 然后摆臂高度一致 那么整个方阵就更加整齐了 一边是看似柔弱的女同学 一边是阳光帅气的大男生 二者的训练应该会有区别 于是记者上前拦住了一名女方阵营的教官 你好我是中南大学土木一三级的国王生 也是此次中南大学军训团女子方阵的总教官 他们训练的项目内容 因为女子方阵要挂枪 挂的是九五式自动步枪 所以他们训练的内容就是跟别人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沿上加沿 我就每个动作都要精挑细抠 没想到两个阵营虽然分男女 但是训练内容却是一模一样的 在同一块场地上 男女双方也是彼此监督彼此指教 努力不分伯仲 青春少年不服输的态度瞬间被激发 一较高下的气场让他们对自己更加的自律 也使得这个特殊的大方阵更好的成长进步 如果时光能倒流 记者也好想自荐进入到其中 体验一把真正纪律严明的军训生活 先锋记者中南大学采访报道 其实在军训的现场 除了紧张有序艰苦的训练之外 还有一些特别的文艺活动 是让新生们放松身心 而在这个时候 有文艺特长的同学们 就凸显出了各自的才能 而这些同学也自然而然 成了大家眼中的明星 紧张的军训生活并不是只有军资军仪 碰巧我们就在中南大学 遇见了一次军训进戏的文娱活动 大大小小几个方阵的新生围坐在一起 整整齐齐 中间空出一块四边形的地 这波各类表演形式就紧锣密鼓地 在这四四方方的空地上开始了 其实新生们对于军训期间的文娱活动 十分的期待 很多同学都会提早准备节目 把操场当成舞台放松自己 也快乐了他人 国防身教官王军是军训指导员 这是他第一次和这批新生进行文娱互动 他是有备而来 与校音乐社团的伙伴们一起表演 一曲优美的小提琴合奏 让现场充满了惊喜 他平时可能跟别人演这种交的不太一样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可能喜欢动漫啊 然后很喜欢笑啊之类的 他可能当教官的时候会凶一点吧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爱玩之类的 中央大学的社团 你知道吗 在十月份会有百团大战 我们学校的社团 还有七七八八的一些活动 真的是非常多 我希望他们能在学习的同时 能够在各种社团啊 学社联之类的这种地方 端立到自己 也是个人能力的一种拓展 作为教官 王军是严厉的 作为师兄 王军会知道劳逸结合 军训是大学的第一道坎 这道坎是成人礼 是从稚气孩子 变成独立青年的仪式 在这里 大家学会了面对困难 磨砺封王 懂得了一切 看似简单的步伐动作 做起来却很难 将来他们要独立面对的生活 何尝不是如此 大学生活是一生中最有趣 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我们希望留住你们的点点滴滴 看见青春的美好 看到那些有才艺的同学 主动站出来 站到同学之间 给大家表演才艺 让大家获得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文育活动 带给大家的快乐的力量 同样也是我们娱乐极心风 做这么多的娱乐报道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节目来掌握 更多的娱乐消息 能够获取快乐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说说娱乐圈的报道了 才过了29岁生日的杨幂 最近的新片 我是证人 她是搭档了小新肉陆寒 就会在下个月上映啦 目前 悬疑网络电视剧 及侦探悬疑题材电影 一直都深受影迷们的追捧 由杨幂陆寒 李贤主演的青春悬疑电影 我是证人 在上海举办了首场 全阵容发布会 该片子开拍以来 就积攒了不俗的人气 杨幂陆寒组成的 高颜值姐弟CP 更是令众多粉丝 期待许久 现场杨幂和陆寒 也作为北京人 玩心大气的当场 秀起了地道的金枪 带入证人身份的趣味台词 也让现场笑声不断 我本来也没什么正题的事 觉得今天天啊这么好 是吧 才想出门溜了 就想前脚后 刚出门 后者就下雨了 这一多余的光火 就出现那车祸了 他怎么说我不管 反正我没瞎打 作为一部青春悬念电影 影片中自然也有 大量的动作戏 杨幂失明后 照样可以帅气地过肩摔 而陆寒更是将滑轮 耍得淋漓尽致 飞檐走壁都不在话下 说起这刺激的动作场面 两位主演的感受 似乎很不相同 还好 因为我 我觉得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也是 基本上非常环机的 对 所以也就是 现在被打 被打 最伟大的是 对面的人 这么小配合就好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 戏中人的特征 众主创拿起各自的 专属道具 接受庭审检测 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当场严明正身 杨幂如涵则以明确的 证人身份 在现场上演 合力紧拿朱亚文 朱亚文神秘黑人的身份 也终于首次揭晓 现场朱亚文 大爆杨幂拍摄 打斗戏的糗事 而对于超高颜值的 小鲜肉露汉 朱亚文更是希望 粉丝求饶 据据电影《我是证人》 将于10月30日 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前方编辑》 正面报道 周日9月20号 就是全国暗雅日了 现在我们娱乐极限峰 第一趴的活动 这个微笑照的征集 还在火热的持续之中 你看在这个电视下方 就已经有同朋友 持续不断地来给我们发照片了 在这儿想跟大家 继续回应说一声感谢了 如果电视机间 你也想参与的话 方式非常的简单 只要扫描一下 我们的二维码 添加这个娱乐极限峰的 官方微信为好友 然后发一张自己 这个露出八颗牙齿的 微笑照的话 就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活动之中 那在我们这个投票环节里 如果你排到前几位的话 就可以获得 由我们娱乐极限峰 送出的大礼包了 所以说心动的话 就赶紧行动起来 跟我们互动起来 接下来呢 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 Shubby Shubby 娱乐极限峰 娱乐下起八面通 我是佳佳 在这儿呢 要感谢南国立人 我们提供的美容支持 同时呢 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啊 现在呢 我们全国暗牙日 第一趴的活动 微笑征集活动 还在持续地进行当中 如果你想参与进来的话 娱乐极限峰的 官方微信为好友 然后呢 发一张自己笑着 露出八颗牙齿的 微笑照片 就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活动了 然后呢 在我们的投票环节 如果排到前几位的话 就可以获得由我们 娱乐极限峰 送出的超值大礼包 所以说心动的话 就赶紧行动起来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送给大家一首 陆寒的新歌 有点意思 记得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写比赛 我只是热爱 难道说你还听不懂 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 只教你怎么当外太空 I'll tell you about how it'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还不会快 Open up your mind it make you wanna scream I got that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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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at good I got tha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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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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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想干嘛都正在出床 要做你有点自己的主张 别再压抑你身体的幻想 我知道你本来就很狠狂 在我的时代里